有個新的挑戰也是不錯 他曾經打過少幫 少幫時期五戰全敗 之前跟我挑戰呢也輸給我 不過沒關係 今天幫他找到一個專業的場館 好好訓練訓練他 挑戰全新的企劃 該出場了吧 他就是梁哲瑞 欸沒錯 我們今天來到了全新的挑戰場館 我們現在來到傳接球實驗室 今天呢這個計畫非常非常的有趣 我們即將來挑戰打到棒球國手 林凱威的滑球 畢竟林凱威以前是我學弟嘛 怎麼可能短短幾年這個球我就打不到 不可能嘛 雖然上一次意外輸給聽不懂的一手 但一切都是意外 今天我特別來到這邊請到專業教練 OK講那麼多 廢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開時間的打擊特訓 出發 好我們等一下準備進行打擊訓練 但要打到凱威的球 我相信應該再指導一下就沒問題啦 所以今天呢我特別找到了幾位 來協助我訓練的夥伴 第一位就是我們的Josh 嗨嗨我是Josh 但是你要找我教我才是覺得有點困難 我幫你找更專業的 所以下一位呢也就是大叔 你好在下巴 那那個要找我教打擊其實也是有點困難 順便找了一個話最多的 好也就是我們今天的教練 這是你的男孩系列 我是你的謝教練 加藥陣榮 藍教頭 AKA電交響 專業的找我就對了 好那教練 等一下的打擊練習 就麻煩你來協助我指導了 OK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 開時間的打擊練習 Action 我們等一下做了 我就正面拋球 然後我們先看你的打擊 打擊姿勢 然後後面再來做一個調整 好 那我們就開始實測一下 我現在能力帶有彈而已 好的 麻煩教練 我們等一下會有開機器 喔 對可以去看 等一下 所以可以看我打多遠 對可以看你打多遠 還有你打擊的出速 多快 這個很專業 這個像我們跑步也有一些 分析一些數據上 就用到比較專業的 現在的訓練 就像你講的 你們的訓練 跟我們的訓練 其實都有一些 比較科學化的 對科學化導入 這樣子會比較明確 對選手來講 這樣比較正確 不然我小時候 就是一直在那邊揮棒 也不知道在揮什麼 他小學讀哪個國小會不會被 阿不會不會不會 沒問題的 那個教練沒有在教了 OK的 好 那我們就開始 測驗 你這樣一講 他們覺得怕怕的 你球棒應該不會脫手吧 不會不會 開始囉 馬上就揮棒落空了 為什麼我都往地上打 真的打不太起來 現在這樣有機會打到凱薇的球了嗎 凱薇的球嗎 你先打我的好了 教練說最後一顆打得不錯 很難打 現在我找教練打 因為你知道我來教 我好像教不到東西 真的嗎 比我好啊 我教屁啊 但現在我打了一下手 就有點麻掉了 我剛剛好像打的那個點都不是很好 對 其實你揮棒的速度還不錯 對 你是有力量的 揮擠是有力量的 有機會打到他們那麼快的球的 那個可能還要有一段時間的訓練 好 沒問題 但是不會到很差 OK 對 所以還是有很大的 有培訓的空間 對對對 因為你剛剛有講 你國小有打過 其實國小有打過的話 就有一個基礎在 但我們國小其實 不瞞大家說 我們參加了五場比賽 他是五戰全敗 所以打過掃棒 其實也不是什麼太光榮的事情 其實我剛 有看到你在揮擊 你在揮擊的時候 我習慣去用甜言圈來做比較 各位同學 你們在揮擊的時候 如果用甜言圈來表示 那個揮擊的軌跡 你看喔 我如果前面的手夾住的時候 夾住的時候 這個軌跡是往下的 前面的手 對 前面的手我夾住的時候 我們以前的教練都會教我們 兩手都要夾住 哪一個教練 現在呢 如果你把前面的手打開的話 你看喔 我現在把前面的手打開 那我揮擊的軌跡 是很自然的 朝上的 朝上是比較不好嗎 還是比較好 因為現在有 大家講的 飛球革命嘛 對 大家不要誤會 不是我要往天空打 他是有一個 好的羊角 因為以前都講45度 45度其實太高了 差不多25度到35度左右 那個羊角是好的 我們不是刻意的要往天空打 我只是要求他把動作做好 很自然的一個動作 一個身體力學 如果你很刻意的 你夾了 然後又要往上 會變成一個 揮擊的軌跡 會變成V 以前教練都會教我們 用下半身打球 有沒有 要用下半身去跑 用下半身去丟球 用下半身的力量傳達上來 對 就結束了 他是這樣講是對 但是他沒有教我們怎麼做 對 你就是用下半身去打球嘛 轉腰嘛 投球也是嘛 下半身要傳達上來嘛 但是他就是 講不出一個很具體的訓練方式 沒有很好的誘導 對對對 那飛盤也是練習這個嗎 飛盤是 下半身 延續我們剛剛那個田田圈 飛盤是上半身 飛盤是上半身 對 然後要讓你的那個 揮擊的軌跡正常 我們先把空彎節教練做一下 教練我們剛剛練完飛盤了 接下來要打T座 那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T座的一些重點嗎 T座呢算是比較 我們在訓練的時候比較簡單的 因為他就放在座上面 他是不動的 對 那你如果可以把不動的 打好 然後我們再來打動態的 對 這樣子 OK 好像沒有打得很準 比我準 我就直接打到下面的管子 他就直接打到這邊 對啊 整次飛出去 對 很準啊 對啊 好那我給你一個目標 我希望你可以把球 擠在這個 網子上半 網子上半部 上半部 下面喔 還沒有飛上去耶 好 還在下面喔 那你等一下把 我們剛剛做的那個 寬安姐教練做一次 我在飛擊的時候 寬安姐教練先準備 然後再啟動 啟動的時候 你前手不要忘記 不要夾 好 不要夾 對 試看看 好 我現在非常害怕 我覺得他打擊有點強 就是 其實大部分的YouTuber 除了像大叔他們這種 本來就是棒球相關的之外 其實很少看到 真的有打過球的 對 責隊的底子 算是非常的深厚 我覺得小時候打過球 真的有差 所以我現在 對於等一下的對決 感到非常的緊張 我覺得 學的蠻快的 因為其實打擊蠻複雜 打擊非常複雜 所以其實他 看起來是學的蠻快的 不然其實要掌握這些技巧 大概都要花個 一個月到兩個月 所以說 目前看他這樣子在打 其實 進步蠻快 然後 可是我是對Josh 比較信心 等一下的選秀規則就是 我跟Josh 會是兩隊隊長 然後猜拳 贏的人可以先選 第二個順位就是選 第二指名 第三指名 那第一指名的人 就是要接收 最後一位 最強的選手回來 我們那邊只有四個人 對 所以我要不要邀請 我們那個鏡頭外的 Tuber莫理所 還有我們攝影師一起加入 好 那就開始囉 來 剪刀石頭布 布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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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登場的是第一棒 下巴拉大輸 插棒界外 界外界外 我選對人了 哇 HORRONG 怎麼可能 果然是選就撞人 炸雞 炸裂炸裂 欸跳舞跳舞要跳舞 第二棒登場的是台南Josh OK 我們的速度 安打吧 安打 耶 一雷有人 一雷有人 喔可以喔 喔有了有了 滾地球 DPDP DP 直接雙殺 死了你死了 你死了 好可怕 不可能 這個遊戲是不是因為是他的 哇壓力很大已經2比0了 安打 安打 有沒有機會 對 哎呀柯基 打得不錯打得不錯 後門後門 現在2比0 加油教練 哎呦過了 剛剛打 4比1比0 等一下 等一下 2比0 哇喲 安打 安打 啊 2比0 2比0 對喔 安打 安打 耶 完了完了 那你也買過 這樣演過 謝謝 這個技術有問題嗎 那我最後還是要問一下 以我今天這樣特訓的成果 應該有機會打到凱威的球了 凱威可以 凱威那個在旁邊熱身 Catchyball的時候應該可以 好啦這個還是非常感謝 今天就是兩位教練還有Josh 陪我今天一連串的特訓 看起來這個打擊初術是有效的成長 對啊還是非常感謝給我很多指導 在那個動作上 接下來期待可以拍攝更多 在棒球系列的內容 那如果大家對於訓練有興趣 也歡迎來到台南找蝦巴拉大叔 然後記得如果你是高中生 想要讀書的話 今年應屆畢業的五個學期成績單就可以了 不用考試不用學車 不用面試不用報名費 來 加入家藥 一身榮耀 地方嗎 都想要 把小孩送家藥 好不要少講了一句 快在那邊Ending了 少一句差很多 喔還好還好 感謝感謝 好啦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就下一集見 我是你的家人梁哲瑞 我是Josh 我是夏娜 我是天武佛理所 我懶教頭 下一集見 掰掰 拜拜 拜拜 TCP 超能力 如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